好,各位早晨,亞洲新聞的擾聞環節 大家的答案沒得走的就是這個通關 行政長官李嘉超昨天就和矯正行事者會宣布1月8日和內地通關 第一步通關就是海陸空的每天下降為6萬人 即是說最多每一天6萬人不上 包括5萬人經陸路,1萬人經海空 當中,羅湖關是暫時未開放的,大家不用過羅湖關 主要是去深圳灣、敏感島、洛馬洲 就是這些三個渡口,洛馬洲會設人數上限 一定要經網絡預約,亦都要準時 按保安局長鄧炳強的說法就是 遲一兩分鐘就著情處理,但市民也有義務去準時到達 否則到時會令關口很擠失,有混亂 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或者有興趣到內地過年,就要預訂了 如果平時香港一天幾天大陸,我想也有二三 我想香港也有幾十萬人過 即是一天的話,但只是香港人過去就沒有那麼多 大陸人過來香港,大陸人過來香港就會 即是兩邊,兩邊對什麼 現在只是香港人五萬人,我想也不是一個很少的數目 我想已經可以,頭幾天就會有混亂 我相信之後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主要是這個情況,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就可以回內地過來 是的,我相信遲些會慢慢,慢慢,慢慢,陸續,陸續地開放 所以不是太大問題 不過過年就講起年假,講起年假又講起假 講起假自然 我先報一報,有一個沙哩浩的說我不同意大師 我雖然不是聽顧家輝 歌成展那代人 顧大師的歌曲,但以前是旋律 歌曲旋律遠勝今日 現在橫行的R&B曲 是沒有旋律,以前歌曲還出純音樂玩 因為他的歌本身優美 例如Moon River,現場交響樂 演奏版很好聽 但現在的歌都不好聽 不好聽,雖然說是後浪推前浪 但是 刺項升趙飛 請問白年級,嘉輝,傑倫,五月天,誰可以傳誓 OK,我想我們昨天講的問題不是這個 我們昨天的問題就是 我只是講顧家輝的活躍年代,應該是在80年代 80年代 最重要的重點,這個重點是沒有錯的 不是說誰好聽和誰不好聽的問題 只不過是講的事實的描述 就是到90年代的時候,大家已經不太好聽 烏家輝的那些歌 那些歌 在80年代末期的時候,漸漸都已經不流行 是一個客觀描述 而不是主觀說誰覺得誰好聽,誰不好聽 作為一個老餅的話,當然喜歡聽老餅歌 這個不用問 我有朋友叫Peter Go 高健行,他專門是搞老餅演唱會 就是搞一些很老餅,很老,很老,很舊,很舊的演唱會 那些歌聲,都挺好的,好過新的演唱會 真是人聽 當然啦 興趣在市場流行什麼,其實都是大家決定的 如果 我可以這樣說啦,如果80年代延續的曲風一直都有市場喜歡的話 市場是不會改變新曲風的 主流都不會 當然啦,說回這個假期的問題 早前呢 即是 都很出名了 建制派的第一炮手 節目主持有屈永賢 在這個節目那裡質疑 立法會議員每年有80例的有薪假 直施安排望明其妙 質問監察社會的議員為何可以一起放兩個半月的暑假停頓整個議會 都頗為 都頗為批評得比較強 當然 也有這個立法會議員是比較不同意的 譬如說直選的議員在休會期間有很多的議會事務和要去外訪行程 就要用這些假去做 有些就說不公平 因為暑假兩個字其實是有不了 因為大會是暫停的 但是其他的會務是繼續的 還有就是有需要的時候去加這個彈性大會 總之大家就著這個暑假的identify的問題 都有一輪的新的交鋒 看回這個傳統 立法暑假的傳統主要是回歸前立法局的時候定的 因為那時候仍然有這個英籍議員 也有些官員 有些官員 既是官員也是議員 他們也是英國人 他們要回到英國那裏休息 所以那個時間也會長一點 改制之前 因為也是10月開會 所以7月中間才放 主要是兩個半月 回歸之後仍然有這個傳統 成習下來 不過現在 有一個質疑的聲音出來了 優長假這件事 其實是一個議會的習慣 例如美國那樣 但美國可能優會都會優一個月之類的狀況 但是問題就是 究竟80天就稍為多一點 即是放暑假這件事 周時都會有 即是你上班也有放假這件事 即是說 但問題就是80天這個時間 每年80天是不是太多了 每年80天 是的 大家因為長假會做很多事情 正如我們 都會想 那些學生不是應該放暑假的 即是放暑假 尤其是大學生 那些放四個暑假 是不是太多了 即是 在外國來講 收學分制 很多都是 有些人勤力一點 暑假讀了 三年就畢業了 很多時候都有這樣的狀況 那 其實本身放長假這件事 就是 在某一些工種 某一些東西 來講 都是很不 適合的 或者甚至長假 可能一個月已經夠了 你用不需要放那麼久 即是我想是一個時間問題 我想如果放一頭半個月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 一定是適合的 那吳榮賢本身就是我們的拍檔 林昭榮的老婆太太 其實他本身我們就 不太知道他為什麼 因為他其實應該是入政府 或者應該是 做議員的 但問題是他仍然是 處於體制 選擇了體制外了身份 所以 大約是這樣的情況 通常大家這個時間 大家都仍會很避免 吳榮賢 因為始終都是 屬於建制派的重炮手 大家都很避免他 都不會對他 嘩 反過來 對嘛 大家覺得 只是大家都是 解釋這個狀況 但是吳榮賢 做了很多東西 都仍然是一些 有新聞價值的 他一罵一個人 就是有新聞價值的 他寫的東西 因為我們有跟林昭榮 聯絡 來往 你跟他做節目 林昭榮 沒有 你跟林昭榮做節目 沒有 OK 有時候我會說 吳榮賢 做什麼 那些 他其實 簡單來講 中間的所有 對白不說了 他寫一篇文章 他是做很多研究的 他不像我那樣 喂 你想問我周顯大先寫出來嗎 沒問題 我明天就馬上交給 他不是那種 他是 不可以很多產的東西 證明他做一些事的時候 他是很用心機地做 用很多時間去做一篇文章 不可以說 即是類似 他停了一件事 然後再做另一件事 嗯 我說 為什麼不不一樣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停了A來做B 所以他那件事 他是很 很有心機地做 即是很講質素 不像周顯大士那樣 那麼濫 嗯 所以 所以 即是他做出來的事 也是質上對大家會很 很重視 很重視他講的事 嗯 那麼 市場有不同的定價 即是 固然 追求質量也好 但是現在基本上 大家都追求多塊好散 量是質的一種 對 即是 我試過有一次收到一個request 是甚麼呢 就說 這篇文我要這樣這樣 明天要 然後我看一看 嗯 好像一天做不到 他說正常要做多久 如果這個request的話 正常要做兩個星期 當然最後我都一天趕了給他 即是證明大家日度不是很追求質量 是 最重要是質量是兩件事 不是很追求質素 OK 不是很追求質素 是 好笑 他扔過來request的時候 已經過期了 是 所以他以為他一天就夠了 這是很正常 當然 笑話半則 講完之後 都講述一些 國外的 國際消息 包括是甚麼呢 就是比較重視的就是 法九一位在1月3日開會 即是有四間的國企 即是華企 例如大唐、華能、國能、 寶武、四間公司 可以 進口澳洲煤炭 亦可以將進口煤炭 進行自用 當然 當然這是老透社的說法 即是法改位還未正式公佈 亦都沒有正式說 但是大家就說 如果全民屬實 老透社如果這個花生是真的話 基本上會是 自2020年打後 中國暫停澳洲煤炭以來 第一次恢復進口 是否意味著 中澳關係有改善呢 而有趣的是 基本上老透社的消息 很多時候都 十中七八 所以大家對於這個消息 老邊社就差一點 老邊社就跟老透社是不同的 哈哈哈哈 OK 其實呢 最重要就是 有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澳洲換了總理 現在這個總理就希望 和中國破兵 所以就會有一些破兵的行為 出現 所以 這是第一個 turning point 第二就是 在澳洲來講 中國來講是需要澳洲的煤炭 因為之前他不要澳洲煤炭 都搞了一大輪 是不是 對不對 都搞了令到中國很不方便 所以 問題大家破兵 不是看中國有沒有入煤炭 而是看中國有沒有入紅酒 那些 那些中國是不需要的 紅酒的東西 所以 現在問題不是在煤炭方面 煤炭方面 就算是再吵架的時候 到最後 因為現實問題的都會進入 不過問題就是 那些 除了紅酒還有什麼 還有一些食物 類似的那些 那些 那些就是 最主要的 葡萄酒 龍蝦 龍蝦 那些東西 可能反而是 比較敏感一點 煤炭不同 煤炭你本身是需要的 其實根本 最初的時候 就不應該禁 是不是 沒有理由 把石頭扔自己的腳 今天是不是 你禁你龍蝦 禁你什麼 沒有所謂 是不是 所以 本身煤炭就很相信 但是 中澳是開始破冰的 現在 其實中國就是在玩 就是 就是那些東西 合縱連橫 是不是 是不是 美國就搞合縱 中國就搞連橫 都是這樣 逐國擊破 大家都 美國就是合縱掌 一個 一個布林肯的首席就合縱掌 然後 就是一個掛六角上印 然後就聯合所有人一起 圍倒中國 中國者 逐國擊破就連橫 肯定是想這些東西的 出來的中國人 一定是用中國古書對付 去做這些東西的 是的 就是 我是這麼說 自這個 中期選舉之後 就由於 美國國內的情況 有所改變 基本上民主黨在 內政都不是做到很多事情的情況之下 在這個狀況之下 他就 跟以往一樣 就出口導向 在這個狀況之下 未來兩年 中國要怎樣去面對 美國的 外交挑戰呢 都是連橫 逐個擊破 利益 錢 都是你有這些 對不對 對嗎 嗯 都是不利 這幾招 嗯 當然 國家大事固然要關心 但是我們這些花生友 是吃花生小事的 我們主要看的是什麼呢 就是欺負你王子的新書 新書Sphere 爆了很多秘密 包括說什麼呢 就是在書中有一段說 自己跟威廉王子 在2019年發生了衝突 威廉曾經在一次 炒 即是吵 的期間 嘔吐哈利 令哈利背脊受傷 那就是 那就是 事源於什麼呢 威廉就說哈利的老婆 梅根 很難搞 粗魯和令人不快 然後大家互相爭執 然後哈利就說 他扯了結三嶺 然後又打刀在地 除了這個打架之外 其實更加強的 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 書中說他17歲的時候 已經吸毒了 那就是 都是一些 很挑戰以往的皇室傳統的東西 這本新書出來了 我想很多花生友都會看 他在說他重溫那裡是怎樣的 重溫那裡是說他有25個confirm kill 但是就覺得 不是特別滿足 都不是特別羞恥 他在阿富汗擊斃了25個人那麼厲害 他是直升機 陸軍直升機 他是航空兵來的 是呀 打低25個 夾了25件 那真是有點把炮 英國的直升機和美國是打差體的 基本上 在阿富汗、塔利班如果沒有對空武器情況之下 有沒有confirm kill對一個直升機員來說 又不是歐蘭鱷 OK 那情況就是 我想我們會這樣想 就是 作為一個正常 我不知道你會這樣想 但是我在這方面的想法 其實我都覺得 其實一看哈尼 如果是威廉 我也很想打他 是不是也很划算打 所以我覺得 都是有點抵打 那他說梅根的問題 我想梅根也很認真 就是這樣解 當然 但是這件事出來 如果這樣說 就政治不正確 威廉還說 可以打他 他說 但我不會這樣做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 做大佬 看到弟弟 這樣的話 那麼糟糕 那麼糟糕 有時候 真的很想大巴大巴聲 哈哈哈 其實 為什麼會 救命呢 哈哈哈 就是那個問題就是 以往大家覺得 兩兄弟 都 尚算OK啦 但兩兄弟打架都正常 對嗎? 對嗎? 兩兄弟打架周時都會發生 父子都有打架 嗯 所以不是覺得 很大問題 當然啦 這本書上面出版的 1月10日出版 不過大家都很期待 這個 就是有更多 有沒有更多奇特的畫面呢? 先行版的 預告片都已經有打架 又有吸毒 預告的東西 最多出來了 最想看的 在預告上都給你 當然大家都知道 有些電影就是 預告出了所有 最好看的 所有都是 所以 但是哈利王子 真是九不八八都很重要 即是做王子 他不覺得這件事有羞恥呢? 嗯 但是 還是要開飯 他不知自己 他不知自己的地位 就是來自這件事 他根本上 即是你覺得 那皇室欺負你 但其實 沒有皇室 你根本上 你根本只是 一個 一條在街上吸毒的廢柴 是嗎? 所以 他們 整件事本身都錯了 當然 哈利愛梅根這個 愛妥姨 都 挺厲害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說擺在200年前 應該都會變成童話故事 現在大家就當花生似顏色 即是期待一下 都是幾天的事 今天 邀文暫時到這裡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講完環節 首先 第一個就是 說人大釋法的問題 本身 就是因為 黎智案件 特區政府提請了人大釋法 人大釋法以來 其實各方都有不同的說法 包括就是 那些事情是否那麼不適合 是否不可以自己處理 甚至有些人會引申為 是否中央會否因為這樣 不滿特區政府的提請 對此 僑聯副主席 盧文端的贊文就說 有權威人士建議他 對釋法作解讀 他就說 特首李嘉超 提請釋釋法 跟中央有關方面 密切溝通之後的決定 得到中央充分肯定和支持 釋法基本思路 尊重特區政府高度自治權 希望完善特區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 由香港自行處理 事國安案件 不存在 中央不滿特首提請 因為 提請前、中後 大家都有密切溝通 就是這樣 我想第一就是 我不知道中央有否很不滿 提請 但是有前、中後都有溝通的話 中央有不滿 這不是一個解釋 這個解釋不了 究竟他有沒有不滿 即是不滿也要做這件事 第二就是 昨天和兩個建制派的人吃飯 大家都覺得中央有不滿 這個說法 所以我就不特別評論這件事 我相信 我相信就是 各有解讀 但是這件事 這件事是否應該 是否應該問他們 是否應該問中央政府 還是應該自己解決 我想最大的問題是這件事 就是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不是應該事時都問中央政府 還是自己人去解決 即 特區政府是不是可以 能夠自行解決 一些這樣的問題 而不是 尋求中央釋法 但是你應該都是 同行中央釋法 是比較適合的 那我相信是 一些原則問題 即是原則 原則上來講 以後發生的事件 就是應該事時都請求中央 去決定 即是問題在這裏 如果自己人去解決 這個毫無疑問 毫無疑問 特區政府開始解決 但問題是 當然你如果中央解決的話 你整件事 一除定陰 你會比較好些 比較 你會做什麼 就那個增壓會少些 但問題是 如果做到相同事件 我們還是事事要問中央 通常都是 事事回報 逐級回報 不要說領導 會不會滿意 最重要是 到時不想揹飛 但問題是 我看到 好像 特區政府的大膽程度 和普通 非特區政府 中央直屬的省 省市政府 好像中央直屬的省市政府 更大膽 更大膽 當然 這個是 各方市的決定 目前為止 中央政府都表示 堅決支持 特區政府 不能不堅持支持的中央政府 這個 我相信 不需要去爭拗 當然 有些事要提醒中央 有些事就不需要提醒中央 有什麼事不用呢 就是 特區政府再次批評 曾經 陳國基 曾經 曾經 政府部門都點名批評 今次去到政府司司長 就說漫畫將全國人大常委釋法 說成是被行政長官所欲為 徹底錯誤,完全誤導 因為特區政府需要依法辦事 這也是一個正面的回應 以技術上來說 專制漫畫應該在香港的政治漫畫 或者在很多地方的政治漫畫 都是水飛人之高水平 但問題當然是它的立場偏頗 但是亦都是它的恩主 或者最欣賞它的人 黎智英被拘捕了,毫無疑問 他對於政府是很不滿的 我想只是對於不滿的一個反應 明報亦都是一邊做專制 《一保留》專制是幫明報和《蘋果日報》 現在沒有《蘋果日報》的話 因為黎智英也很看起他的 我很奇怪的是 專制為何黎智英 連《蘋果日報》《台一》都一直找專制 即是他不太熟台灣政治 即是當時時候至少 但黎智英也很看起他的 即是黎智英屬於一個非常看得起他的 所以當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即是好像一些日本的武士 為一些主公去拚命 主公被拘捕了的時候 他當然也會繼續拚命 即是一個黑柱哥 即是八千公那些這樣的事情 都是一直為主人去盡力 而且他本身這個做得好 但你已經在政治上不適合了 即是你本身是寫政治版本很厲害的 但問題是你一直咬著 當你在政治環境已經轉變了之後 你還一直是眷戀僱主 所以一直都還是幫助 即是一直都好像 涉谷那隻狗一樣 一直都站在那裡 所以毫無疑問是 會出現一些矛盾 但有些人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專制這樣的做法 有這麼多次的誤導偏頗的看法 其實是否違反國安法呢? 如果違反國安法的話 可不可以直接用法律扮演他呢? 但如果不違反國安法的話 政府就這樣由官員出聲譴責 那又是否做得好呢? 大家就有這個看法了 其實就是 第一就是違反國安法抓了他 就是沒有所以才這樣做 其實比較是不暗示篇 不如你忍射出動 我忍射到你國安法的時候 直接抓你很可怕 但是香港政府現在很喜歡做這些 因為你比較喜歡文宣戰 是的 我應該有你 我怕你 我怕你 如果你不理他的話 他終於會出事 現在你這樣 他反而有認識比較強 我等你 我等你 等到你什麼時候 直接抓他 如果給我的手法 用他的手法也是這樣 等到你有一天 一旦犯了國安法的話 我就借助你 就是 是忍他比較好些 如果政府 因為政府和民間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地位 政府如果有什麼 政府譴責民間人士的話 比較不適合 或者這樣問 其實他這些漫畫 到現在目前為止 扣不扣成一個煽動 或者叫做 如果是你可以抓 就是這樣 就是你可以抓 不如你等 不如你等 不如你引成出動 等他慢慢出來的時候 一次過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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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反而變成不上不下 是的 反而不上不下 當然 這是其中一個看的地方 說完政治案件之後 也說一說 香港現在的一些新聞 包括什麼呢 蕭王署最近打擊的非法燃油 非法燃油 特遣隊在昨天的中午 將奧工業村一帶進行行動 倒破了一個非法交流站 檢獲了大概7500公升的柴油 市值約16萬 行動中 發現一部乾車和大批的入油工具 以及懷疑一個 和案件有關的人 為了保障公眾安全 消防署已經暫停了危險品車輛的申請 如果一經定罪 有關牌照就會設施 現在就加油了 為了這樣問 黑友現在在香港的情況是否嚴重 我猜得很嚴重 但是 真的很貴 很貴 雖然現在便宜一點 但還是貴 所以很難貴 有價便宜一點 國際有價 但問題是 世界艱難 所以大家當然沒什麼進入 但這批是茶油 不是汽油 也是 所有油都貴 OK 難道柴油不貴 柴油更差 找食車 對吧 我們這些是禮物 不如有人會說 喂 你這樣沒有錢 沒有錢 沒有錢便乘巴士 對吧 對 沒有錢乘巴士 沒有開車 所以 找食的 找食車 對吧 怎麼搞 找到食 那就不同了 所以 茶油車也是很可憐 茶油車主要是 重型貨車 輕型貨車 應該都不是用茶油 對吧 因為我都沒有開這些 High AC Light AC 我真的不太知道 現在不知道為什麼是Light AC 以前是Light AC High AC High AC High AC Light AC 現在好像沒有了 總而言之 我也不太知道這些 這些重型的車 就是茶油 OK 那就是 有大家都貴 早前如果有交電費 應該都收到不少貴價的獎項 是 那又 不知道會不會之後 有回落 希望有 那 講完這一宗之後 也講了一宗比較 新的 新聞 那 就 都幾 都幾 Juicy 我覺得幾骨契 就是這個 中文大學發生雙人案 昨晚 就是昨晚 據悉一名4歲的男職員 和一個18歲的男學生 一層乘坐校巴 由校園 搭車去大武火車站 下車的時候 因為鎖匙 男職員就被打傷 什麼是鎖匙 鎖匙 即是很小的事 很小的事 這個小的事是什麼呢 涉嫌有人認為 有人走得慢 就是阻止 不讓 走得慢 所以打到他眼中鼻傷 走得慢 也是罪過 是的 其後 學生離開現場 受傷男職員 自行威爾斯親王醫院求醫 也在醫院報案 事件 裂作襲擊造成身體實際傷害 現在正在通緝事件 男學生 我真的不明白這件事 究竟是怎樣產生 這是很小的事 怎麼會打過職員 我真的不明白 還有現在的大學生 即是現在的人要提出用務 所以人們很暴雷 因為用務 跟暴雷分不開 所以以前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 怎麼會發生 怎麼會發生 在大學學生 令人覺得是搞什麼 聽起來 這個觀點都比較創新 是的 我也沒有辦法 為什麼大學生會發生 這些事情 現在是什麼大學 暴徒大學 果然真的是一間暴徒大學 是沒有錯的 對不對 那件事就好像賣豬肉 那些暴徒出來 整個環境就是這樣 我真的沒有說 暴徒大學實至明 沒有話可說 可能香港人生活急速 很多人走路的問題 都有很多爭執 那走路問題 誰都不是打人吧 大哥 走得慢 而是 應該是 因為你知道 校巴可能是旅遊巴 那樣的款式 只有一條 來的 那下車的時候 走走走走走 走得慢 那你後面的人就塞住了 那塞住了 那他拋住了 那他拋住了的時候 你不可以抱他 估計而已 我都搭校巴 是不是先 那 那條路都很闊 我真的不太明白是做什麼 是落校巴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發生 那 那 不知道怎麼說 希望傷者儘快好 都不是什麼重傷 但是 老實說 學生 你都無謂離開 離開了 你基本上是不能離開的 是啊 怎麼打 那件事 從做什麼之外 就很蠢 你往來做一些走不掉的案件 也是很蠢 如果你做一些走不掉的案件 那就是 留在現場反而會好一點 認罪態度良好 是啊 是啊 那就是 他想不到 他打完一身的時候 想不到會被拘捕 可能他覺得打完一身 不是很大問題 很小事而已 原來是交的 那就是這個 是一個比較好事的消息 那就不知道 就是 我想這兩天都會被拘捕 看看到時 明天會不會降到他 是 那今天就 廣文暫時都去到此 多謝大家 兩岸國際 那首先第一個 就說一下這個內地的水準 都是好笑 好不好笑就不知道 那就有很多人有不同的下想 那今天 人民日報 就在4日的時候 就發佈這個題為 推動夜經濟提檔升級的評論文章 就說 發展夜經濟不僅能滿足 這個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對於擴大內需繁榮市場 創造的有相關的拉動推動作用 那就是夜經濟的發展需要 就由這個諸多業態的支持 在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就業服務 需要 也有利為解決就業問題提供這個拓展途徑 那就是這個 某程度上是標示著 就是叫做內地的經濟要重新走出來 不但還要增量 但是由於夜經濟和內地的關係 很多人就會想起當年在東莞的日子 很多遐想 很多遐想 但是我相信第一 其實中國向來都是夜市傳統的 晚上叫很多東西吃 很多宵夜 很多東西玩 那就不一定是東莞 很多其他不同的地方 都是有一些夜經濟 那就是跟女色有關的關係的話 在夜經濟來說 都是屬於一個比較少的 不是一個這麼大的部分 雖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很大的部分 那毫無疑問 如果在夜晚黑的話 有些夜經濟這樣的東西 就的確是 好玩很多爽很多的 就是我晚上黑的時候很喜歡晚上黑 哇!兩三點的時候走出來吃 我很記得在中國 我曾經試過去打骨 去打骨 人家的朋友就去不打奧玩 我就去打骨 去嘉年華會 打通宵 打到之後就睡覺 早上七點鐘他們打過來 喂!去吃早餐 我說吃什麼早餐 他說去吃麻辣火鍋 蛤? 七點鐘 那問題就不是 他七點鐘想吃麻辣火鍋 而是七點鐘早上是有麻辣火鍋開 我很記得那間叫華盛龍 是七點鐘吃麻辣火鍋 就是只有中國就會發生 早上七點鐘吃麻辣火鍋 所以我覺得都叫做很多之多彩 很好玩 那些東西 我覺得是非常爽的 這件事 所以夜市經濟 夜市經濟 晚上回來 也是很多時候吃宵夜 很多時候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回夜班 尤其是以前的工廠工人 所以其實本身就算不算什麼都算夜市 即是賣東西 行行行行行行 就算獨骨也很正常 所以那樣東西是日市沒有的 所以其實夜市經濟的確是有用的 那不要算那些 五三五四那些 那當然了 夜市經濟來說 香港應該是全球都可以守衡一致 絕對不是 大陸實在是很多 但是中國 香港以前的時候就守衡一致 以前就是大陸 你想想 早上七點鐘吃麻辣火鍋 是不是只有什麼才行 還有就是打骨 大陸的打骨是24小時 香港是關門的 香港打骨是關門的 就是 香港打骨在晚上的時候 是不會長期24小時這樣運作的 在大陸打骨 那個 一個骨牆可以是 十萬呎 是可以讓你裡面很多 你可以玩幾天 玩幾天你都不厭 可以在裡面住 可以在裡面住的骨牆 那時候那個 開心程度當然沒有一定 我簡直帶幾片輸入骨牆 嘩 開心得 因為 這樣的 香港的骨牆 就是 喝喝喝吃的 不用放水 他有些 有東西給你吃 大陸骨牆 是啊 那好嗎 大陸的骨牆 誰知道大陸 喝喝喝吃的話 你以為好 大陸的骨牆不是 是有間餐廳你怎麼送的 就是你還沒買 是更勝一包 喝喝喝吃的話 你還有什麼 就那幾樣東西吃 大陸的骨牆不是 大陸的骨牆是 不停有幾家餐廳給你吃的 那你更加 更加 完全沒有 然後又有些 那些叫做電影院 那你可以去電影院 看電影 有各種不同 還有一些 private room 那些叫做電影院 那些叫做電影院 就是那些 就是香港是完全沒有進去的 如果說 如果說去玩的話 他是更勝了十倍 雖然我很多年沒有去 但我相信 我相信 提倡回這一點 因為現在中國 昨天我也說過 中國其實是一個內需 是一個 現在去搞好內循環 內循環其實是消費不足 這幾年出口增長很厲害 但消費不足 所以他現在就要公開消費 所以就更加要做內循環 當然所有的事情 都是有政治經濟需要的 特別是疫情過後 大家對於銀錢出來 有個顧忌 不過 儲錢 不銀錢出來 其實對於整個國家經濟來說 就會出現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其實是這樣的 我寫過一篇文章是關於儲錢的 儲錢不是一件壞事 儲錢太多也不好 儲錢太少也不好 現在是太多的問題 即是說 如果完全沒有儲錢 那國家花了所有錢 也是不行的 一定要有一堆人去儲錢 但問題是要一個平衡的問題 所以儲錢不是一件 永遠是一件壞事 但現在在中國來說 儲錢就是一件壞事 那會不會有些新的政策 去出眾消費呢 譬如說會不會出現內地 不要說派消費券 一派就很糟糕 即是給予破產 但如果你說會不會出現減稅 這些狀況 我想它會有些政策 但不是這些政策 因為減稅對企業有助 現在這種要推廣內場環 是消費券 而不是減稅 減稅是做生意 當然賺錢除了擴大內需之外 也要開源截流 包括是甚麼開源就是 據阿富汗塔利班發言人說 塔利班已經和一間中國公司 簽署在阿富汗北部的阿武河 開採石油 標示著中國已經正式獲得阿富汗石油的開採權 阿富汗不知道有多少石油 因為運出去會有麻煩 阿富汗應該不是很產油 是樂樂國家 但也會有產油 但問題是運出去會有麻煩 據此也說到 項目大概是投資了1.5億美元 阿富汗當局最初份額是20% 未來會增至75% 即是說逐步逐步增長 也有3000個阿富汗人 就因為這個項目而有工作 是 希望阿富汗的經濟會比較好些 它有些會開放些 經濟好些的話 它對外的開放會比較多些 嗯 其實這樣會不會 之後會不會中亞關係 會有一個進展呢 中國仍未成為阿富汗 希望久了 中國仍未成為阿富汗 很多技術問題 尤其是阿富汗是很多 很多的 大家還是覺得是比較封閉的國家 所以就是 希望會有進展 很多人都希望 不是大家 因為有些人是不希望的 阿富汗會比較正常國家 當然 講完這個和中華有軍的新聞之外 也都講一下一些國際的消息 包括什麼呢 俄羅斯總統普京 在5日 昨天下令 俄軍在6月6日中午開始 在烏克蘭阿富汗停火36小時 慶祝東正教聖誕節 對此 某程度上也算是 自俄烏戰士來第一次 這個停火令 是去到7日的深夜 大概有36小時左右 烏克蘭批評他們是虛偽 但這些不是虛偽的 其實不是做給任何人看 是做給自己看 其實是等自己的員工 等自己的軍人爽爽爽 因為中正教聖誕節也很重視 因為各個國家的聖誕節是不同的 各個不同的教派聖誕節是不同的 那這個會不會是一些新的事宜 對於俄烏的局勢走向 俄烏不會有任何事宜 因為俄烏其實 烏克蘭很明顯 烏克蘭的問題就是 他要你情治戰爭 情治戰犯 退回所有情治戰犯 就是烏克蘭 其實大家都不是打算商量 所以大家都打算打下去 所以不存在這個問題 嗯 那講完這個之後 也講一下罷工的情況 英國的罷工 英國的罷工那時候 在聖誕節期間已經罷了 即是直捐全英 對此英國政府1月5日 將會立法 確保包括救護車服務在內的關鍵公共部門 在僱員版期間 必須要等服務不超出安全水平的底線 也就是說 變相就是要阻止關鍵行業的罷工 為什麼呢 因為其中一個罷工的行業 正正就是救護車和公共部門 政府就說在未來的幾個星期內 就會提交這個法案 將就消防員、救護車和鐵路服務的最低安全水平 進行磋商 變相就是阻止或者鎮壓這個罷工了 罷工這件事呢 其實呢 本身就是 一個 屬於 即是我作為一個 無量的資本家 那我當然是非常反對任何罷工 但是罷工本身呢 其實要求本身就是一樣 是一樣非常霸道的 如果你罷工 你罷工 我不罷工 那 罷工是沒有用的 罷工的意思就是 你要強硬地 強硬地 不准別人參加罷工 當初香港的時候已經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你要不准 你不能夠說 大家誰參加罷工 我這些人參加罷工 這些人參加罷工 不行 那些人 所有人都一定要參加罷工 不參加罷工 就要整個警戒線 整個 整個不是警戒線 那個叫做什麼 畫一條線 總而言之就是 罷工的區域 那你不准進去 你不准進去的罷工區域 那本身罷工就是一個 罷工就是一個 不是請吃飯 不是售花 不是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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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那麽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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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是一個 暴裂行為 是一個 是一個 反社會的 暴裂行為 所以 我從來 都是很反對 罷工的 我認為 我在這方面 在工作方面 我贊成 我贊成是 就是 就是对这些员工是 就是完全有contractual 你应该员工是做什么都不行的 反对罢工 但是我就觉得这件事应该政府 就是你应该政府 在抽税方面 和在 社会福利的方面做好些 那于是乎 你的人是不会有 就是说在商业运作的时候 你就去到商业运作 但是政府就会提供 基本的人民的生活需要 社会福利那些是提供需要的 但不是属于企业的站 我认为政府应该养那些人 或者怎样养之类 等你有一生有一住 那些政府是要提供的 但问题是当政府提供了 所有东西的时候 你肯定不会饿死 你肯定有基本的生活需要 肯定会有医疗那些人 那麻烦你就没有权罢工 或者你有权罢工 你跟政府 你跟老板说 你随时都有权 罢工不做 那问题就是老板可以靠你 嗯 那这个是 英国也不是第一次出现 罢工要反罢工的 是的 你没办法大罪与夫人 你没办法 大家每个人都不是大罪与夫人 你那样东西你会造成了很多社会不变 对吧 是的 你现在有些人就说 那些人就说 那些人就会死人啊 又会什么啊 那些 那所以到最后你都一定要这样 嗯 那当然啦 就是有很多人都 很崇拜太罪与夫人 是的 很多人都很崇拜 包括刚刚下台说过Trust 是的 所以就 就是这样了 是的 没错 就是怎么说好呢 新自由主义派 或者田园右派 那就不知道为什么 总会得到很多人的青睐 是的 那就是 皮尔茨特 然后还有这个 全斗换 然后还有这个 佛朗哥 这些其实都是检验一个人 是真右派 还是田园右派的 最佳标准来的 是 那都非常有趣 那大家对于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研究一下 其实他们当中的政策 跟Hitler 或者是跟 叫做 罗斯福 这些真正 真正搞经济的人 究竟有什么分别 罗斯福不是属于右派 他不属于右派 但是他是真正搞经济的人 那跟这些田园右派 都有很大的分别 是 那今天呢 就 那我们暂时就到这里 多谢 谢谢 大家